明星与豪车仿佛生来就是一组天然的搭配 有明星的明星看豪车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炫耀 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显现 杜德伟也不例外 可能如今的《九零零零》后对他不甚了解 要说他当年出道可是轰轰烈烈的 曾一举击败了李克勤 那年杜德伟在选秀节目上 以一首Hello歌曲震惊了华语乐坛 后来杜德伟辗转到台湾发展 随着钟爱一声的发行 销量一度突破68万大关 对于如此潮流勤为的杜德伟 豪车相伴自是少不了 作为日常代步 杜德伟的作家是一台50多万的路虎极光 这款两门四座的中型SUV 搭载的是2.07 241马力L4发动机 配以九挡手自一体变速器 动力输出极强 通过性很是霸气 看来杜德伟平时倒是挺低调 此外它还拥有一辆百万级的奔驰ML400 虽然目前该车已经停产 但是当年能够拥有一台也是相当霸气的 该车搭载了3.0T 333马力V6发动机 配以七挡手自一体变速器 作为五门五座的中大型SUV 拥有接近5米的车身 这款车的动力性能也是相当OK的 作为世界级的好车奔驰 能够拥有的人除了有钱还相当有才 而杜德伟的财情 与这款奔驰ML400可以说是相互应称的 当然老杜结婚的时候 可是用的200多万的保时捷Panamera 杜德伟的帕拉梅拉是一款 五门四座的大型仙辈车 这款车拥有长达5米多的车身 却是少有的四座 可见乘坐的尊贵感十足 另外该车搭载的是 4.0T 550马力V8发动机 再配以8档双离合变速器 用这款车结婚自是豪气十足 但是一代歌星在之后 却现藏独门豪宅豪车破败 如今55岁付出狼狈捞金 当然在粉丝心中 老杜的歌曲却是一代人心中 永远不灭的美好回忆